大家晚安 今天是星期三 讓我為大家介紹 這個很特別的康樂夜市 為什麼它很特別呢 首先 它很狠長 足足有兩公里長 第二 它只是逢星期三才開 換句話來講 這個夜市一開 整個馬來西亞吉隆坡的人 都會塞在這裡 當然還包括遊客 剛才第一檔買臭豆腐 已經有香港話的遊客 即是講廣東話的遊客 來到這裡 弄得我都不太喜歡廣東話 一會看到街坊 不過不要緊 介紹一下這個夜市到底有什麼 首先有來自香港的雞蛋仔 有來自 不知是不是台灣的臭豆腐 這些薄餅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了 阿公阿婆 這些丸子 也是一定有的 它叫做熱奶堡 不知為什麼 我總是覺得很大陸的感覺 紅糖池巴 這些也是 很奇怪的 這裡你們嘗試吃 暫時看到 都是匯集了 這麼多個國家的大城 無論是香港 台灣 國內 全部都有 又是雞蛋仔 可能馬來西亞人 很少有機會吃到雞蛋仔 當然它一邊就是食物 另外一邊也有精品 有些銀包 有些衣服 都有 有些像其他地方你們去的夜市 我相信每個國家都有夜市 除了香港 是無之外 你覺得不是 你覺得不是 所以到國有夜市 當然要走 你看到這裏 Depot Mountain People's Sea 我就沒有辦法繼續這樣 一邊走一邊拍片 有興趣的朋友 你們就 看看有沒有機會 過來吉隆坡 這裡吃一下這個夜市 不過交通方面 也是相當棘手的 因為你們最遠 就只能夠乘MRT 去到近的一個站 然後你就要轉車 不過大家就不用想 的士這裡是不會有的 巴士還要排長路 只有一架巴士 還要差不多半個小時一班 半個小時一班的巴士 你要等多久才能上到車 還有很多人排隊 不過好幸好這個夜市 開得很硬 一般來說夜市 都會收到12點多兩點 視乎店舖的收工時間 如果大家人頭走完景點 剛好遇上星期三 沒有東西做就一定要來這個夜市 吃回兩米 嘗一下這些 黃水也好 看見都想吃 龜靈膏 真的超多食物 介紹就到這裡 我就盡量拍一些照片 給大家看看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過來